新青年大巴继续出发 新青年新玩法 我们正在继续玩 下一站花开 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些新鲜的玩法 一名生产胶带 全身贴满人民币的老外 伴着后奸男孩的Everybody 朴实的手务足蹈 还时不时地用充满外国腔的中国话推销产品 这是来自英国的艺术家比尔·阿奇森 目前在上海的N50 为观众送上的现场艺术作品 比尔·阿奇森表演的现场艺术 据说是目前英国当代表演艺术中 介于行为艺术和剧场表演之间的一种艺术门类 现场艺术强调过程 体验 注重环境和观众的反应 艺术家比尔·阿奇森 用他在厦门生活了三个月的所见所闻 创作了 顾客永远都是错的 你到超市买东西和《我带你去旅行》的作品 我想这是一种经验的方式吧 如果说我遇到什么东西我把它说出来 然后我又遇到什么东西我把它说出来 然后我又遇到什么东西把它说出来 连贯的下来以后我们就在经验 这种经验是我们也经常会这样遇到的 他把它拿起来总结起来以后在这里让我们经验一次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不过现场除了老外讲着中国话做表演 还有中国人忙着现场给外国观众当翻译 这算不算是现场艺术的吸引外戏 老外讲灵话